大家好,9月5日第二部视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机智专家 说香港国安法是对基本自由的严重威胁 是对香港人权的践踏 华春莹回答说 你不懂,你无知,你偏见,你双标 咱们不管华春莹怎么说的 咱们看看这个人权理事会专家 怎么解读这个国安法 为什么说这个国安法是对人权自由的践踏 国安法包括四宗罪 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这就是他说的四大方面的罪行 而那个叫什么,叫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把这个国安法好好研究之后 说了一下哪些地方影响侵犯人权 第一就是说是冲击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不是港人治港吗 一切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来行使 由香港的法律体制来执行 怎么冲击司法独立呢 第44条规定 行政长官指定洛干明法官处理国安案件 这是国安法的第44条 凡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者不得被指定 专家在信中表示 这会损害香港法官及律师的独立性 并侵犯他们的表达自由 根据国安法第55条 如案件涉及外国势力 揭露的复杂情况 港府无法有效执行该法 等等等等等等 国安公署就可以把这个案件 接手调查 由中国人民检察院检控 最高人民法院审讯 也就是说是这个 涉及到外国这个势力揭露了 他感觉外国势力揭露了 这个国安公署就可以 国安公署感觉有外国势力揭露了 他就可以接手 以后就香港的司法体系就甭管了 先交给中国大陆的检察院 法院来来办理这个事情 一下就把这个香港的 这个执法系统给扔一边了 第二 恐怖活动罪包罗万象 就是说是恐怖活动 国际上规定的 什么叫恐怖活动 必须要造成死亡或者是身体伤害 严重伤害的意图 且该行为必须是为了挑起恐慌 要么你造成伤害了 要么有造成伤害死亡的严重意图 且是为了引起恐慌 这才叫恐怖活动罪 但是这个港版公安法呢 是包括什么破坏交通工具 电力设备 公共设施 什么等等等等 什么水电呀干扰水电呀网络呀 这都算 也就是说主要针对的不像是恐怖活动 到更像是你只要是集会游行啊 示威啊 人们这个上街呀 很容易就会破坏点工具 人多嘛 这时候就算恐怖活动了 把正常的游行示威就能纳落恐怖活动 你说是不是暴罗万象 什么恐怖活动就变成一个框了 什么都能往里装 这就和寻衅姿势是个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一样 换个名 第三 国家安全 联合国专家指 国家安全并不是一种艺术 也不是赋予国家绝对裁量权的法律 因此必须精确定义犯罪 以确保法治和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这个国安法对犯罪行为过于空泛 太具有开放性了 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是这个裁量 这个犯罪行为太宽泛了 影响只要国安法认为是犯罪的 好多事他都可以往里边装 和上面那条有点类似 第四 这个颠覆分裂是政治罪 国安法第二十条 分裂国家罪有三项 分别是将香港或中国任何部分分离出去 非法改变其法律地位 以及将其划归外国统治 联合国认为这个定义非常广泛 没有明确写出什么行为 才算是这个把香港或者把国家的一部分分裂出去 更令人担心的是参与实施以上行为也属违法 人家只要是你参与了 你跟着掺和了 这都算是分裂国家 即使没有干 你可能是只是站站边 没有实行起来 也没有颠覆成功 也都算 这个打击的非常严格 第二十二条 颠覆国家罪 联合国专家强调 这一术语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颠覆罪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罪 在全球大法 颠覆罪都是理解成政治罪 用于惩罚个人的思想 而非基于构成明确犯罪威胁的行为 这个有点太专业 也就是说是这个颠覆罪呢 就是算是政治罪的一种 政治罪呢 在国际上应该是 不是特别应该惩罚的一种罪行 因为政治都是人们思想上的一种 意识形态或者是不同 这个很难就说是 这个把它定为一种犯罪行为 比如说你定义它颠覆国家罪 这个很可能它 它就是一种想法 对国家的诉求 一种想法 这个是政治的一种追求 不应该算作一种罪 信建罕特 咱们再说下一条 信建罕特别提出 港区国安法交替使用分裂国家 和颠覆国家两个属于 联合国担心这种混淆 可让当局滥用法律 打压人权工作者 记者和民间社会人士 嗯是啊 一会颠覆国家 一会分裂国家 这两个可能混起来 因为我把你搞迷糊了 想打击谁就可以打击谁 第五大点 这个侵视表达自由 联合国专家非常关注 国安法侵犯表达自由的 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等权利 例如第20条22条 嗯27条 什么宣扬恐怖主义 煽动实施恐怖活动 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 分裂国家颠覆国家 嗯可包括言论上写作上的表达 啊也就是说你说说都不行 你写下来也不行 比如说写在纸上 写个标语游行的时候很正常啊 那在手机上发一发啊 这也很正常啊 这个也不行 那看来是越来越像大陆上了 嗯到还说到外国组织演说 也可能触犯29条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甚至通过各种非法方式 引发对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憎恨 也可被定罪 哦哦就说是 你有一个言语表达或者行为表达 旁边人听到了 然后他就引起对国家 或者对香港的憎恨 就感觉不喜欢厌恶恨香港政府 哎这个就你说的 引起别人的感觉不好了 你就犯罪了 那他这个怎么引起憎恨啊 这个也没个标准啊 真是 这种界定很模糊 界定很难 然后界定者 有权界定者 很可能又都跟香港司法系统无关 这样的话 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了 言语自由 言论自由 书写自由 发表意见自由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港区国安法还说 呼吁港府限制言论及新闻自由 如第九条指 港府应监督和管理学校 社会团体媒体网络 第四十一条指一旦审讯涉及国家秘密 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 我的天 那就是 香港政府在大陆上的支持下 可以对各种社会团体啊 这个媒体啊 网络啊 新闻啊 都学校 尤其是学校 想咋管咋管了 可以限制言论 可以限制新闻 一旦 而且就是审讯的 这个公开审讯也没了 一旦审讯涉及国家秘密 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 他说有秘密 你们就都出去 也不准听 也不准录 也不准拍 这不就是大陆法院吗 声声把这个 确实 确实是没错啊 美国说把取消这个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 把它等同于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 一点没错啊 这完全已经大陆化了 第六大条 国安委不受监督 联合国专家认为 处理国安案件的公检法部门都不受独立机构监督 难以确保符合人权义务 对啊 在国内就是不受监督 所以呢把这国内的公检法 抽几个人 揉搬到一起 建个国安委 放到香港 也不受监督 那是 这就是在香港成立的第二套这个执法系统 打着国安法的名义 这个执法系统 谁也管不着 也没法监督 也没法监管 也没有什么公开公正 统明都没有 第七个 打压公民社会 港区国安法 罪行定义广泛而模糊 人权捍卫者发起的很多合法活动 会被世卫恐怖活动 分裂及颠覆国家 及勾结外国势力 严重侵害公众参与社会事务 及结社 自由结社等权力 联合国专家认为 这将对公民社会产生 寒蝉效应 污名化摄影人士 使民间社会被排除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之外 是啊 这 这些这个规定就会对公民社会 就是对这种法治社会 产生寒蝉效应 就让大家都害怕 产生恐怖 谁也不敢说 谁也不敢做 没有自由 然后污名化摄影人士 也就是说是 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人士 很可能会给你头上 扣上各种各样的屎盆子 什么分裂国家 什么影响安全 什么恐怖主义 然后使民间社会被排除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之外 然后长此以往 人家都不会 都没法和你这个香港正常来往 这个地方就是慢慢的孤立起来 孤立起来和大陆不会孤立起来 会变成大陆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专家发表完这些意见 认为侵犯自由 然后华春莹说 你无知 你偏见 你双重标准 谁说的有道理呢 大家自有公论 拜拜